国道3号竹山路段火烧车 一部轿车停在路间陷入火海 黑烟冲天火势猛烈 一旁内侧车道 则有台大货车翻覆 占据两线车道 哇 烧起来了 事发在清晨5点多 轿车烧成焦黑被吊车载离 接近上班时间 事故路段还一度回堵塞车 幸好47岁轿车男驾驶 命大只有仇汉手受到撕裂伤 而45岁大货车驾驶 被验出酒测值0.56毫克 他头部也有5公分撕裂伤 两人偷偷送医治疗 一度封闭南向多车道 现场以6点45分排除 国道3号彰化河美路段 也发生车祸 一部轿车打滑自撞 停在内侧车道 只见后方来车纷纷闪避 国道高速行驶 一个不留神就会出状况 驾驶可得小心再小心 记者 曾伟祥 程盛伟 程国人王世函 南投彰化采访报道 3年�计元 2年3月1日 2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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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st 9日